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到台湾来骑呀 还可以发展观光啊 那马上就被人家说 你太蠢了吧 因为单车本来就没有限速啊 干脆全国人行道 也不要限速好了 同时呢 每一次帮忙善后的张善正 现在自己也被骂翻了 因为她说 蔡英文没有生过孩子 所以不懂父母心 被认为说有歧视的嫌疑啊 韩国瑜就缓假说 哎呀她比较单纯啦 是保有赤子之心 所以现在换韩国瑜 帮她善后吗 好在这时候 我们也看到一张贴纸 其实可以看得出 韩国瑜在高雄 正现在人气怎么样 我们看到是WeCare 他们加码发送了 光复高雄的贴纸 结果高雄人 大排长龙去领贴纸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高雄的气氛到底如何呢 那么现在 韩国瑜在121 他要回防高雄嘛 到时候这个挺韩游行 要跟罢韩大拼场的话 到底是市长 还是总统保卫战呢 甚至现在韩粉 又在传说什么呢 说绿营 包了50部游览车 都要动员30万人去参加游行 50部车怎么动员30万人 你出出看 这样乱讲一通吧 好另外呢 我们要来看到是 韩国瑜台中竞选总部成立 秃子燕子大合体 那么卢秀燕他就说 市政是最好的辅选利器 所以他讲出来 又是在打脸韩国瑜吗 而且两个人又狂打空气牌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好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远见的最新民调 国民党的认同度 已经降到18% 民进党则是升到33.8% 差的越来越多了 是因为蓝营部分区名单 继续的重伤 他们的选情吗 但现在蓝营说 要以拖待变 要吴思怀继续的潜水 现在全党还要继续的打 网军案 希望能够止写 这样子是真的有效的方式吗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有韩粉 假冒成苏启成 写了一封遗书到处乱传 这时候呢 就让前外交官非常生气 很痛心说 简单单位要赶快查下去 如果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 到底对谁的选情是加分的呢 还有韩国瑜的粉砖 总共217个社团消失 那么韩粉就说 哇这是国家机器 但是脸书说 这是违反了社群守则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稍后要一一来了解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有哪些特别来宾 好首先第一位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资深媒体人 钟年华 梁华哥好 江平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王石七 石七好 大家好 另外是民进党组织部主任 李庆峰 庆峰好 大家好 还有前高城市政府行政纪 国际署长 陈琼华 琼华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平安喜乐 在现场还包括了 时事评论家温朗东 朗东好 大家好 还有韩国瑜进办发言人 郑兆兴 兆兴好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韩国瑜这次又说了什么话 让大家觉得眼镜都要跌破了 那我就问这个县长 德国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不限速 假设台湾有一条高速公路 花莲跟台东 这么多原住民在这里 骑脚大车不限速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接受圆明台专访 韩国瑜突然蹦出这个点子 说要建自行车高速公路 全世界想要骑脚踏车 发了风雨要骑得很快的 到哪里 台湾 台湾哪里 东部 东部有一条 很多原住民地方的这一条 自行车的高速公路 或者快速道路 不限速 说得口梦横飞 但网友却是一面倒 突破盲点 脚踏车本来就没有限速 还说到底能有多快 一屁股跟着浓浓白烟 世界各国有不少发明家 把自行车进行改造 号称装了喷射装置 时速可以突破100公里 对比一般单车的时速 平均每小时15公里 比赛型越野车 每小时顶多80公里 韩国瑜喊出 新建自行车高速公路 东部乡亲又是怎么看 快速道路是有必要 因为台湾的交通 但是不限速 我是认为比较不好 你去盖高速公路 我是希望就是平面道路上 可以对骑脚叉车的人比较友善一点 就是至少人车要稍微可以分开 说要捡自行车高速公路 但台东人听了觉得傻眼 更认为会破坏环境 只能说韩国瑜天马行空的证件 又来一笔 三天新闻王浩元 黄霖台东报导 好 大家就说 那到底是不是蠢化连篇 因为韩国瑜2017年 他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过这个证件 他说未来 希望能够在花莲跟台东之间 设这么一条不限速的自行车高速公路 这一次又讲了 他就说人家德国高速公路就不限速 所以到时候我们如果设这么一条路的话 全世界很多那种 想要发了风一样 骑很快的人 就可以到台湾来骑 还可以举办比赛 还可以发展观光 结果就被人家笑说 拜托你单车本来就没有限速 没有错 其实我真的要提醒一下 这个小英总统 你以后如果跟韩国瑜辩论或证件会的时候 他突然提出这种无厘头的证件 你要有心理准备 到时候要怎么回答 可能会傻眼吧 对真的会变成傻眼猫咪 就不晓得该怎么办 第一个 依照台湾现行的法规 脚踏车本来就没有限速 那为什么没有限速呢 第一个因为脚踏车没有车牌 所以即使他违规 你也罚不到 你也很难罚他 第二个就是说 大多数的 应该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骑脚踏车 大概平均时速在二十公里以内 你能骑多快吗 你告诉我 你可以去试看看 你脚踏车骑到三十公里 大概正常人是撑不久的 因为会很累 那当然有一些所谓的脚踏车 竞速选手 或一些极限运动玩家 他可以把脚踏车骑得非常的快 但是那是少数 而且呢 他们如果真的想骑得非常的快 他也不会千里迢迢到台湾来 跑到花莲跟台东去骑 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各种的道路 可以让他们发挥他们的 这个追逐速度的感觉 可是他们会不会说 花莲台东这边的风景很漂亮 所以我要来这边骑 花莲台东的风景是很漂亮 但是他不需要利用这所谓的 全宇宙独创的 不限速的自行车公路来吸引观光客 这个对观光客来讲 因为来花莲或台东的观光客 他并主要的目的不是来享受这种不限速的自行车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韩国瑜提这个想法 而且他是在原民台的访问里面提这个 他到底对于原住民真正的需求 是不是有了解 我反而觉得有原住民朋友提出说 那你干脆给我一条山珠公路 我觉得这比较实在 其实原住民朋友好像也很少在骑自行车 他们都喜欢骑打档车 机车的话打档车 然后有些会开车 其实你到花莲台东去 你在路上看到在骑脚踏车的 几乎都是可能就是短程的代步 尤其花东公路 那不可能会有短程代步 会在花东公路骑脚踏车的 不管你是走山线或走海线 基本上大概都是骑单车环岛的人 或是说这种自行车的玩家 因为花东公路 他村庄跟村庄的距离其实很远 大多数的当地的住民 其实他不会用脚踏车来代步 因为真的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第一你不了解当地整个的生活形态 跟交通的形态 所以你才会提出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第二个你这个想法 完全达不到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要吸引全世界的自行车好手来骑 那请问就如同他举例说 德国有所谓的不限速高速公路 事实上他也讲错 德国不是每一条高速公路都是不限速 他有特定的路段 而且是汽车的吧 对而且那建平 我们会不会为了享受那种不限速 然后专程飞到德国去租一台车 在那个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面开 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人吧 我们会去德国观光 那如果路途有顺路的话 想说诸格科享受一下不限速高速 这是有可能顺便 你说专程 基本上我觉得那大概是极少数的人才会干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你拜托 比选举不到三十天了 不要再讲一些笑话给我们笑 当然如果说你选总统的目的 是要为大家带来欢乐 带来欢笑的话 我也不反对 你就继续这样的无厘头下去好了 好不过现在呢 大家就在笑说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难道你不知道单车是没有这个速限的吗 那王定宇还说 那我干脆盖一座不限速的人行公路好了 对 王定宇的讲法当然就是嘲讽他 笑他 对 网友也不断地在嘲讽韩国瑜提出来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他因为现在要选总统 所以他提出很多的政见政策 那提出政策其实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第一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你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那韩国瑜倒是没有把这两点重点讲出来 他在接受圆明台的说 他希望可以花东那个地方的原住民 要不限速的单车 那所以你期待帮花东的原住民解决什么问题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他们的不管是日常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是不是真的有在使用这个自行车 然后他们会不会距离太长 所以其实他们的范围如果是要 要中走花东的话 他们是使用自行车这项交通工具吗 那所以他显然提出这个东西 他尽管是说要为了原住民 设一个这个东西 可是 想要拼观光 如果是拼观光 那我觉得应该是放在观光政策里面的全面性 而不是说 我只是要在花东那个地方 弄一条不限速的自行车专用道 因为如果是要期待能够有一个自行车的 不限速的专用道的话 我会觉得那是比较少数的人的特殊需求 他可能是自行车的选手 他要训练他的体力 他的这个技巧 那所以那个是有专业的训练场所 所以我不太能够接到这颗球 我不知道 接不到 因为我不知道他提这个东西的目的性 到底他想要达到怎样子的目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特意为了原住民的话 你应该要先了解原住民在花东这个地方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的建设 那对于花东这个地方 就算不是原住民好了 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交通 是不是车票一定要买得到 班次一定要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 对然后安全性你一定要兼顾 然后等等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 如果在这个地方着墨的话 会对于花东这个地区的人民的吸引力 强度会比较强 那所以如果只是弄一条这个花东的 不限速的公车 不是公车自行车 我觉得对于吸引观光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大 对于原住民的帮助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你还是得要先去了解说到底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你对于台湾人民的需求是什么 你要先做比较完整性的了解之后 你再提出你的政策我觉得会比较妥当 那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多了 只剩二十多天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说他期待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能够在 帮助他在选前最后冲刺冲一波 我觉得如果你只锁定这个部分的话 很难做选前冲刺的吸引选票的这样的功能 没错 那所以呢你要开证件 然后呢要吸引选票的话 你也不能够瞎讲嘛 对不对 好你现在呢 你应该问一问当地的这些原住民新住民 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你再做一些调整 或提出你的这个证件啊 开出支票嘛 你不是说人家根本就没有在急单车 然后你说要弄一个什么无限速的单车公路 好不过呢 现在也有人讲说 有很多人越来越国瑜化了 是不是因为金珠者赤静默者黑的关系呢 我们看到张善政 张善政他最近不是说了一段话 他说蔡英文 因为没有生过孩子 所以不懂父母心 结果就引发很多人骂说 你这个样子 恐怕是在歧视女性 韩国瑜赶快跳出来缓夹 他说因为呢 张善政保有赤子之心 如果失言的话 他会修正 他就说因为张善政之前都没有从政的经验 这场选战对他也是学习 如果有失言的话 他相信张善政会改善的 他说呢 张善政院长 你看他成长的过程啦 学经历啊 职场的生涯啊 他是比较单纯的人 也比较纯洁 长期从事土木科技 在学校教书 选举过来 有人觉得他失言 但其实他透过这个选举也在学习 也拜托所有热心关爱我的群众朋友 给张院长一点时间 他还是保持赤子之心 我选他搭档 希望大家能够多肯定 如果失言的话 他会修正 那后来张善政受访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比较完整的重述 他说他的意思是 生过小孩当过父母就知道 父母最在乎的是产检 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好意思说 蔡英文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不是罪过 但是因为没有生过小孩 他不知道这个心 强调他在乎的是产检 如果有问题 后续医疗要如何的处理 好 但是呢 前面他这个失言已经是扣分了 好 清风你怎么看 现在韩国瑜变成是去帮张善政善后的人了 对啊 这个好难得 因为其实本来那个张善政先生 大家从他祖国政顾问团到担任副首 那觉得他好像就是 应该是来帮韩国瑜总统候选人做善后 所以叫张善后 不过这一阵子来 他的发言 就常常出现一些状况 其实从稍早之前 对于说这个年轻人刚出社会 比较容易被骗 其实算是失言的 那包括最近这一个 没有结婚 没有生儿育女的这个部分 当然觉得怪怪的 反而变成是韩国瑜帮他讲很多好话 比较单纯 比较天真 然后就觉得怪怪的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国政顾问团 跟副总统来加分 但是我是这样看 我是觉得 这个失言就失言 那就道歉就好了 那乱扯一东西还是有点麻烦 因为这两天 大家对这个张善政发言里面 所隐含的性别歧视 单身歧视 其实是很清楚的 这个不用辩解 好清风你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为什么刚刚清风觉得说 韩国瑜帮他讲这些话怪怪的 主要是因为韩国瑜他之前其实 也被大家说性别歧视啊 也屡屡失言 我们看看2018年10月11号的时候 姐妹挺汉大会要怎么讲 他说谁来高雄投资创造10个工作机会 我握握你的手 100个工作机会我就抱你一下 1000个的话我就戚你的脸 10000个的话我就以身相许晚上跟你睡觉 好再来2019年11月11号 形容英德沛说武大郎跟潘金莲盖着一条棉被 两个人无法齐心 再来是11月17号 父女后援会授齐的时候 他说男人的生命是下半生 女人的生命是上半生 所以呢已经让大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本来就有性别歧视 那这个时候出来帮张善政援的话 难怪会觉得怪怪啊 怪怪的没有效果 不过我其实要分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 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本来就会有政策攻防 不管政策好或不好 所以你张善政如果大力的抨击 这个蔡英文总统 抨击民党政府哪里做得不够好 这个是OK的 可是他直接去从总统 本身没有结婚 没有生儿育女 没有生小孩 这个部分去处理 这个明显是歧视 我再强调一遍 不是政见 不是说你的政见不可以讨论 而是这个是歧视 你要知道你是有问题 所以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总统没办法将心比心 因为你不是爸妈 所以你没办法将心比心 你想想看 国民党提名很多的立委候选人 或很多优秀 像前几天那个假手他人的 陈玉珍委员 其实他也没有结婚生子啊 比如说在 现任不分区民党的委员 王玉民委员 他也没有结婚生子啊 前主席洪秀柱 他也没有结婚生子啊 主婚不及辈子啊 李永平也没有结婚生子啊 这种是不分 省理女超人许舒华 对 所以他们都不能将心比心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 这个不是政党的问题 这个就是性别歧视 那政策是政策 性别歧视是性别歧视 第二个部分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张善政 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真的是有点国语化了 我是说真的 因为他基本上的学经理 大家看他是还蛮OK的 也当过行政院院长 理论上 应该是有一点点底子的 可是为什么讲出那么 奇怪的情况 而且像昨天他说 我可能是理工男啊 我不在修饰文字 他说已经被霸凌了啦 不是 被人霸凌啦 你失言你就失言 又扯理工男 我也是理工男啊 我为什么我理工男 我不会去讲 理工男比较不懂得包装文字啊 可是理工男不等于歧视啊 问题是他犯的错误是歧视 不是包装文字啊 对 他犯的错误说 不是说他讲话不够漂亮 文字论事的不够优雅 他认为他自己是这样 他犯的错误是 在讲政策的时候 是以对手的性别 跟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生小孩 做公给的点嘛 这是很糟糕的 那自己本身 我坦白讲啦 像理工男听的 这几天其实也很不爽啦 很多理工男都跳出来批他啦 接受过理工学科训练的人 基本的要求就是 重逻辑讲实证啦 那你又去 你讲政策就讲政策 结果去弄身份 性别 有没有结婚 这完全就 超缺乏人文素养的 其实退换部讲 我这个讲就不好意思 其实张善政会去支持国瑜 然后变成国瑜化 本身就很不符合理工男的特色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经不起检验啊 韩国瑜讲话没有逻辑 他单纯纯洁保有赤子之心啊 对 国瑜可能认为说 他单纯纯洁保有赤子之心 所以就不有框了嘛 要不然一个理工男 怎么可能会去支持韩国瑜呢 理工男支持韩国已经很惨了 自己犯的错误 还要把所有的理工男都拉下水 回到源头来讲 我是真的觉得 刚刚就提说 我特别举国民党籍的前主席 国民党籍的委员等等 是说这件事情 不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问题啦 那个错就错了 那不要再凹了 那也希望 坦白说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即便选举会有胜负 不过真的觉得 还是在这个部分 还是要谨言盛行一点比较好 好啦要谨言盛行啦 好不过现在呢 像是简舒培他就说 有这个所谓的善政语录 他说呢 其实张善政有很多的话 讲出来 在过去也让人家觉得说 难道理工男都是这个样子吗 当然现在很多理工男不满啦 好我们看到 好比如说呢 之前林非凡接民进党副秘书长的时候 张善政说跟吴英宁一样的状况 好再来年轻人挺含的比例比较低 他说没出社会看蔡英文 呛中国很爽 好再来呢 IP这个污名化年轻人的时候 他说我是污名化蔡英文 然后张善政也说 同性恋有生理因素应该要尊重 但不一定要鼓励 还有呢 就是这个张善政胡扯苏贞昌住院 然后行政院就说 他是散播假讯息还诅咒人 另外有关于外配健保的这个争议 就是这一次闹出来的 他说呢 蔡英文没生过孩子 所以不懂得父母的心 所以他语录也是一连串啊 本来以为那个张院长出来 其实是大家都说他张善后嘛 然后是来平衡补强 韩市长那个不专业 或者是比较学术的这一块 后来发觉 后来我现在这样一连串下来 其实他其实要办的角色是一个 让那个韩市长自我感觉良好这样 因为所有人都要帮韩市长 圆所有的东西啊 今天难得韩市长可以出来 帮别人说个话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自己非常感觉良好 总算他 总算有他可以 在心理治疗 对总算有他可以为人师的一刻了这样子 不过我们讲到那个韩市长 一直都是一个创意不断的 而且他对交通方面 真的是一直都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事实上在他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就提过说那个热气球 要解决这个南北的 双北的这个交通状况 被当时候刘兆玄那个部长 就是交通部部长打脸这样子 而且他这个 他并没有放弃 他今年三月到中国去的时候 还说我们厦门跟高雄之间的交通 也可以用热气球飘过来 最好飘过来 我把你热气球打下来这样子 然后不久前又提到一个什么 风力汽车 用风力带动汽车这样子 然后不管是故宫一次战或什么的 其实他的那个真的就是荒谬语言不断 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笑他同时 其实有比较很忧虑的是说 他也一直觉得说 这些东西会引起外界的 那个烘糖大笑 或者是一阵他所说的黑寒或什么的 可是他从来没有修正过自己这方面的创意 发想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更深层来看是他的 一个人格特质上 他永远都觉得是别人在黑他 他没有一个自我检视的 我觉得有创意是不错 可是问题是你要先去了解一下能不能够执行 这个就到组织了 这其实就到他怎么带领组织 就是我们都怀疑说他讲这些话 到底旁边有没有幕僚啊 对他应该跟幕僚要讨论一下吧 就是说领导人你可以有你的那个 无所独创建的嘛 可是你偶一为之之后 幕僚一定会跟你说 市长你在提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可以先评估 那个评估一下有一些基本的data给你 你也不用只有喊一句口号 你可以有你的数据跟你的程序出来 可是可看 这样一路走完 我们不知道他旁边的政策幕僚在哪里 那我必须要讲 其实陈市长当年号称南霸天在高雄 他也是即使偶尔有一些数据上讲错 我们下我们接下来还是会 我们旁边的幕僚 甚至是局处首长都会跟他做修正 他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们发觉他不会犯基斯的错误 有时候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一连串发现说 其实韩市长非常不重视组织 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小市府 那个小内阁团队从来没有到期过 他也从来不引以为意 我们长时间从去年到现在将近一年 那个高雄市政府内阁团队 至少都维持二到三名的局长 是没有到位的 目前比较好 前阵子补了一波 剩下剩一位 所以其实这个一切 公团大厦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感觉出 他自己的领导人的人格特质 以及他到底有没有重视组织 这件事情 好了 不过你要讲单车 我也来帮我们高雄打个广告好了 像2010年的时候 高雄就由CNN评为 高雄是亚洲前五大 适合骑乘单车的城市的第三名 所以高雄自己就可以 对 没错 可是我知道韩市长一定不知道 那我是在那边讲的原因是因为 欢迎各位那个硬式机器人的观众朋友 趁着我们市长还没有回来之期 回来刚好之前赶快来我们高雄骑单车 无限速的公路 对对对 不速限 有山路海路各种的市区的单车 通通都没有速限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市长还没回来之前赶快来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刚刚讲张善政 张善政他现在就是要帮忙韩国瑜 然后希望年轻的选票是不是可以留下来 所以他在青年庭国政座谈会的时候 他就保证说韩国瑜绝对不是草包 也不是落跑市长 但是当中有一个提问的大学生 他就讲说韩国瑜去选总统的说法 是跟中央卡罕有关系 难道韩国瑜提政策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中央的问题吗 张善政就回应说 韩国瑜提政见的时候 他不知道民进党会这样打压他 他就说民进党去年没有想到韩国瑜会赢 结果韩国瑜以民心之姿 中断了民进党二十几年的执政 民进党选后产生很大的危机感 他猜韩国瑜也不知道选后会不会打压 不知道民进党会这么恶劣 不知道中央的配合度会这么差 好 所以是因为他太强了 然后导致民进党不断的卡他 不断的打他 然后之前他也不知道民进党这么恶劣 张善政跟韩国瑜胡言乱语 显然不是民进党害的 但也没有办法去操控他们的脑波 应该是 韩国瑜在那边胡言乱语 那是什么心啊 对 其实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下来 不禁要去反省说 我们的总统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第20条里面也讲说 必须年满40岁 才有办法担任候选人 这个规定可能有些问题 因为张善政跟韩国瑜 一个62岁 一个差不多65岁 但是他们心智年龄看起来未满18岁 所以显然表面上 他们看起来的年龄 这个法律的40岁规定 适用到他们身上是完全不及格的 那你说到赤子之心 其实每个人都想赤子之心 我想在场各位心里面都有赤子之心 平时可以快心的玩乐 有很多的想象 可是重点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不要说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成年人 跟幼稚的孩童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你做的事情要负责任 我们有赤子之心没错 可是你最讲的说话要负责任 那为什么圆明会 圆明这个采访这事情 会让人觉得很夸张是说 那时候是在讨论 韩国瑜根本像搞笑艺人一样 因为他很严肃的在那边讲说 要处理交通的问题 这个台东跟华林这间交通问题 很多居民在反映 然后他就期待说 德国有高速公路不限速这件事情 那你下一个期待就是说 哇 你要解决交通问题 结果你提供的是 用脚踏车去解决 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完全是搞笑艺人前面扑梗 后面突然给你来一个突袭 那这看了之后 你真的觉得 这是不是造假的 这个是不是故意有人去黑寒 去做这段影片 但是其实回想起来也不是 这个就是韩国瑜 自己在自爆的一个行为 这些话都他自己讲出来的 那这样的行为说 你偶尔发生一遍 你就说这可能是他特殊的幽默 大家就算 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包括他一直骑什么热气球 去解决交通 挖石油 还有那个像刚刚提到 什么风力发动汽车 说汽车呢 那里面放了一个 风力发动引擎 你那个风吹动它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电力 结果很多专家就出来说 这个目前的技术上 根本不可行 因为你所造成的阻力 远远大于你发的电力 而且你一开始 这个汽车还是必须要 有电瓶才有办法发动 不然你还要先推车 推一阵子之后 又很快速推完车 这就像是什么 太阳能手电筒一样 你必须先拿手电筒 去造这个手电筒 然后才会发光 那这种发明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那你如果是作为 一个脱口秀艺人的话 其实韩国瑜的表现满分 可是如果你是作为 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话 这是完全不适任的 那张善问题也一样 你如果是面对媒体 快问快答的情况下 有时候讲话 突然间失言了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你知道他那天 他这次其实讲话 都不是有人逼问他 都是他在一个正常的 没有压力的状况下 去诅咒苏贞昌 说你在酸言酸言就去住院 这个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个人 就是我们再不喜欢韩国瑜 我们是批评他的表现 我们也不会去 诅咒他身体出什么问题 这一定是扣分的嘛 对这个是不能做的事情嘛 这个在民主社会 这是一种严重的人身攻击 那更包含的是说 他一连串就先他去讲说 蔡英文的 他的这个结婚的这个问题 小孩的问题 那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些妈妈 她是很想生 她不能生 她看到这一段 做何感想 就是我的人生被你否定了 我因为没有小孩 我人生就缺一块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歧视点 然后结果为了严补 这样的一个歧视点 他就说因为我是理工男 所以讲话比较直 所以理工男也愤怒了 因为理工男很多都是 很爱护另一半 爱护女性的 为什么你张善政 自己做不好 你要把别人也拖下水呢 结果韩国瑜又说赤子之心 然后又把小孩子也拖下水 很多小孩子也是心地善良 不会这样子胡说八道 随便骂人的 所以这一连串事情下来 那我觉得最让人觉得 愤怒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瑜跟张善政 像有一次是韩国瑜 他说有赤子之心嘛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赤子之心 见到林郑月娥的时候 就全部都不见了 如果他去香港中年半 见林郑月娥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反攻大陆 我说你这个真的是赤子之心 没有 他乖乖的像小孩子这样子 对啊 他那个时候突然间变得很乖 很符合成年人的礼仪 对林郑月娥的鞠躬 握手哈腰 突然间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那种小孩子气全部都消失 突然间变得很像一个成年人 讲礼仪一样 所以你从这一连串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竞选团队到现在 已经是没有办法为台湾未来 创造任何正面的效益 好 赵姓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 难道你们的组织在讲话的时候 他都没有先跟幕僚先讨论一下吗 大家都不会跟他讲一下说 其实那个骑单车 是没有限速的吗 其实这东西有它一个背景 包括欧盟在2011年9月27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一直在讨论说 这个单车到底要不要限速 那限速有30公里 那过去在2009年 在2008年的时候 其实各位如果看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油价很贵 很多人骑单车 那基本上在这个 有单车自行道的 包括台北市 都一度考虑要 增订自治条例 那说是这个增订限速 那交通部所考虑 增订的限速是10公里 结果太低了 大家就拼命骂说 你到底有没有骑过单车 随便骑到20公里 然后台北市是想要增订 大概15到20 那你如果看到 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讲说 交通部的这个 我们讲说 但问题现在就是没有定什么 你看我们交通部有一些 这个在宣导这个图 规定的最高限速 他建议的大概也是10到25 所以未来我坦白讲 你也只是说他有先见之明 以后迟早会有速限 但他就说下午不限速 摊车有限速会是一个趋势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在城市的部分 好几次要签订 都被打枪 所以在未来 其实这样就是花东 制造一个机会 因为如果我们有去花东 骑过脚踏车的话 就是花东骑脚踏车 那个跟台北在骑脚踏车 或者跟我们这个 很适合骑的高雄骑脚踏车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他在人车分流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比较小 所以如果说当初 我们可以去强调 他不设限速的话 其实对于世界的选手来讲 他会是一个吸引 那他讲这个证件之前 要不要跟你们问一下 或是了解一下 我认为他是跟这个 当地的这些朋友们 有在聊 因为只要韩市长在提证件 当然很多人都会去批评 但是我后来发现 他只要提这个证件 其实都是会听到当地 跟当地的一些朋友 一些期老或者一些意见 你就聊过之后 人家有提这个东西之后 他基本上都是代表一群人 在发表他的声音 所以你意思是当地人 跟他这样讲的 那一定是有当地的人 有这样子的想法 说这样子是可能是一个 推动观光的做法 我反而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不限速的话 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看 这个脚踏车的比赛的话 很多人是因为骑太快 有没有 小龙 那个摔下去之后 那个都是住院三四天 或者是衰竭的 所以脚踏车能骑的人 真的是骑很快 所以如果要不限速的话 相关的安全措施 那要规定的非常严谨 感觉上扯的还蛮远 因为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住在布鲁克林 Bridge的时候 这个就准车分道啊 你把它当真就对了 我们稍微回来要来看到的 这可以认真思考 我们稍微回来要来看到 到高雄最近最夯的事情是什么 是排队 排队要干嘛 不是去排什么丹丹汉堡 排队是去领贴纸啊 我手上的贴纸啊 要待会给大家看看 为什么要领这个贴纸 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看到是公民团体 1221要发起霸函的游行 可是到时候呢 也有这个韩粉的大游行啊 那会不会遇到 有这样的冲突的场面 因为有一个这个韩粉 他就在这个脸书上面 他就说呢 他是挺韩的大陆人 征求韩粉在霸函游行当天 假扮成霸函的民众 混到游行里面去搞破坏 我们先带来看看 发起霸函游行公民团体 发放光复高雄贴纸 两千张十分钟 统统发完 挺霸函民众踊跃 让公民团体士气大正 不过 韩国瑜支持者 在挺韩脸书 不公开社团中 po文外泄 贴文账号 自称挺韩大陆人 呛瞎台湾法律 治不了我 内容近视号召 假装霸函民众 混入游行 在这篇po文当中 要求卫装成霸函的 韩家居呢 来到圆城普站的三号出口集合 服装也有暗号 要求他们穿一脚蓝 一脚红的袜子 双脚用红蓝袜子 颜色当暗号 和集合地点写得非常具体 恐怕无法卫装 反而更好认 po文中还说 号召二十岁到三十五岁 韩军致氏 做出破坏形象的动作或行为 目标是混淆对方活动重点 警方网收po文者 接到自首电话 原po文者自称觉得好玩 却让警方和公民团体 根本笑不出来 还原po文之乱 遭截图外流的韩粉账号 自称是三十五岁挺韩大陆人 来自上海现居苏州市 而主动打电话给高市警局自首男子 自称台北人 双方是否有关联 警方还要厘清 我准备这个所谓的纠查小组 那当天也会跟警政这边来 全程的全时段的做这个连线 持续予修正 那么我们也也防止这个民众来 这个拒绝 呼吁网友一定要冷静 以自首海粉声称已经伤闻 但同一篇文章早在网络分享传开 警方料话没申请集结就开罚 就怕诉求理性和平 罢韩游行增加变数 三地区议图长 权王毅文高中报道 好难道一定要搞大 现在呢 这些人才会知道说严重性吗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呢 这个韩粉刚刚我们讲到的 他扬言罢韩搞破坏 事情闹大警方要查之后 他就缩手说一时好玩 但是大家也想说 1221那一天 其实很多的高雄人挫在蛋 因为你有罢韩游行 有韩粉的游行 很难不乱 那一下子如果说有人在路上 譬如说你在集结的时候 或者说坐捷运 遇到 如果有人举个什么倒的姿势 或怎么样的站的姿势 可能大家就会吵起来了 那大家就想说 为什么这个挺韩的游行 一定要在当天举行呢 是韩国瑜自己当家 还带头作乱吗 因为之前罢韩的游行 好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决定要进行了吗 一定要这样子搞 一定要引爆冲突吗 其实刚刚那一位 在脸书上po文 那个穿红色跟蓝色袜子的 他解释的理由叫一时好玩 其实你要知道 很多群众运动的失控 就是因为一时好玩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群众在群众运动 在人潮聚集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情绪上 是比较亢奋的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一时好玩 你可能就会模仿他 那越来越多他就会失控 所以任何一个 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 或是政党也好 他会在举办群众运动的时候 他会尽量避免 把可能的冲突降到最低 我举当年在应该是在2005 06的时候 红山军的时候 那时候有红山军在凯道前面 那也有很多人要停扁 可是从来不会有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地点 举办活动的 因为太危险了 对的确 因为那个风险很高 我不是说一定会出事 但是那个风险很高 那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跟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你是不是应该尽可能 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当然 好 那今天是WeCare 经过了将近半年的筹划 好不容易申请到12月21号 那你韩国瑜这边 是在12月5号 才跟市警局提出申请 然后很快就准了 对 而且你故意挑在同一天 而且还在同一个时间 同年同月同日 而且同一个时间 连出发时间都一样 出发时间 韩国瑜这边是下午1点11分 WeCare这边是下午1点半 这才拼到 对 那虽然有人讲说 这个距离很远 但是别忘了 因为来参加群众 他是从四面八方来 那他们搭捷运会不会碰到 在高铁站会不会碰到 在通勤的路上会不会碰到 我最担心的是在擅长后 因为擅长后 大家各自解散 各自回家 他回家时间 可能没有来集合的时候 这么的集中 有些人可能想说 那我去吃个饭 看个电影 逛个街之类的 再回家 那万一遇到了 会不会因为一时之间 大家情绪上 可能还没有冷静下来 然后发生一些 口角上的冲突 而且游行的时候 大家会变很亢奋嘛 对 然后你擅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亢奋的情绪 你也许那个 腎上限速还没有降下来 所以有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嘛 所以我第一个 我想请问高雄市警察局长 李永辉局长 你哪来的自信 你敢核准 12月21号 韩国瑜的挺韩大游行 你哪来的自信 你告诉我 你高雄市警方 哪来的自信 因为这个任何 具有警政专业 资安专业的人 都知道 这样的情况 他充满了 潜在的风险 那你为什么要准 还是说 你因为 这个是你的顶头上司 高雄市长申请的 所以你有不得不准的压力 我觉得李永辉局长 你应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那万一出事了 你要不要负责任 你要不要辞职下台 还有现在韩国瑜在请假 那高雄市的最高的资安首长 就是带行他职务的叶筐石 那你也有责任 那当然你高雄市警察局 如果说你警力不够 你需要警政署的资源 我相信 我认为警政署一定会资源给你 但是这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 这个情况是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因为韩国瑜这边他也不会让 那WeCal更没有让的理由 因为他们都已经筹备 而且他们是先申请 事情总有先来后到 那我们也只能希望 第一个警方做好万全的 为安的准备 第二个就是大家要冷静 台湾是民主社会 你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表达你对一个政治人物 不同的态度 但是你罢免的人 就透过选票来罢免他 那你们要挺韩的 你一样透过选票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 其实举办这个活动 他真正的用意 并不是为了总统选举造势 他是为了保卫他高雄市长 因为他很担心他被罢免掉 也就是他没信心 对他很担心他被罢免掉 他没有信心可以选上总统 要不然他干嘛 煞有其事的出来开记者会 所以显然他是在进行 他的高雄市长保卫战 没错 好那时期 如果说真的万一不幸发生冲突的话 那最后失分是谁 还是韩国瑜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要从政治选举的角度 来看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通常是在选情 比较落后的人 他会期待制造出一些变数 他必须要透过这些变数 来达到有可能可以得分的机会 可是他是高雄大虾长 自己在那带头乱 这个就是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挺韩的人 觉得应该要乔装 他要制造那个动乱 然后制造出彼此的冲突 但是他要乔装 乔装成对方的样子 那所以就可以规则 成功的规则给对方 因为是你们在乱 责任不在我这里 是你们爸很能在乱 是 所以他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达到一些 这个可以有东西 作为他们未来相骂本的 然后规则给对方 都是对方 这个在捣乱高雄 我觉得他们要制造出这样子的机会 否则你要 你怎么可能会 会把这个这么 目前看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有机会把它慢慢的追 很困难 他必须要透过大的事件 他才有可能做选情上面的翻转 那所以这个游行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WeCare 从九月就开始已经确定了 开始要申请 可是他们却要到了十二月五号 我记得好像是六号 短短的几天之内 三天之内就已经核准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看准的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会再有一个这么大的游行 然后可以顺理成长 可能不只是制造一个冲突 可能是很多个小冲突 那至于说他自己是高雄市长 是不是高雄市必须要负责任 我觉得当然要负责任 所以当初如果预期说 我可以规则为对方的话 其实高雄市政府 也必须负担相同的责任 因为这件事情 在之前就已经被高度的提醒 不可以有冲突 警方的部署 以及每一个捷运站点 每一辆捷运的车厢 都必须要有远警驻守的时候 如果还有事情 你觉得高雄市政府逃得了责任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还蛮大的风险 如果你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扭转选情 我觉得这其实是恐怕会伤敌7分 伤己也不轻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呼吁自己的支持者 你们要从海内外动员 老郎来这边挺寒 但是麻烦遵守秩序 好我们稍后来还要来看到的 我们刚刚讲到一张贴纸 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现在大家在高雄 最夯的事情就是排队去拿这张贴纸呢 同时还要看到的是 韩粉说绿营包了50部的游览车 动员30万人去霸汉游行 但你除起来一部车子上面要载多少人 6000人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来看看现在在高雄最夯的事情是什么 是要去领一张贴纸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贴纸到底有多厉害呢 好我们看到 这个霸函贴纸被人家领爆了 这个是发起霸函游行的公民团体 WeCare高雄 在街头发放光复高雄贴纸 然后就出现常常的人龙 很多的网友就说 哇真的是不得了 以为在排单单 好我们看看 这上面呢 他们准备了好几千张的贴纸 短短几分钟被抢光光 你看看这边的这个照片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就有一堆人 大家在排队 那么沿着这个围墙 然后是一路从学校围墙 最前端排到最尾 都还看不到镜头 而且队伍很整齐 展现出高度公民素质 让原po就惊呼说 哇还以为在高雄 只有吃单单才要排这么长 原来拿贴纸也是 那很多人都说 如果在单单柜台发放贴纸 会排到菲律宾吧 还有人说这么敢相信 愤怒的高雄人 还真的很多 同时呢 从这张贴纸 有人就说 这个贴纸 一张贴纸的力量 它其实背后有很多 深层的这个意义的 那这个小小贴纸 背后代表的就是 高雄人一年来 自我康复疗愈 我就给大家看 我手上这个贴纸 就是现在呢 在高雄最夯的 大家要排队 要排人龙的 要沿着这个围墙排的 有四个颜色 那我接着先请 琼华 琼华高雄的 这个气氛 现在目前状况 到底怎么样 我先讲 刚刚在讲这个市长 什么当家不闹事 其实是 这个其实我们很 他从十月份 请假到现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只有在 见墨见的时候回来 只有在立法委员 跟他们这几个立法委员 竞选总部的时候 那个成立的时候回来 只有在为了 他自己的总统大梦的 这个游行回来 忘记了 我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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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因为他房子太多了 你误会是正常的 高雄市政府将近 一千五百亿的预算审查 手上一天都没有出现 然后高雄市政府的 轻轨庆舰的 那个之后的专案报告 方案报告说之后 高雄轻轨要不要完工 这些他也没有回来 所以他这时候才回来 其实我们非常感慨 而且他的那个记者会上 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就典型的 就是去年大家都说 他好像不太像 传统型的国民党 没有 他那一场记者会 就告诉大家说 他就是国民党 他就用恐吓的方式 去挑起大家心中的恐惧 那变成说 就算没有戒严 大家才透过他的恐吓 然后挑动大家的恐惧 然后大家各自在心中 小戒严这样子 所以各界会有这种 那你WeCare 是不是要有 有不一样计划 或什么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WeCare的活动 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贴子 总共有四个颜色的贴子 比如说WeCare这个 12月21号这个活动 游行不是只有一个颜色 只有一个价值的 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团体发起的 它事实上是高雄的民间团体 包括歌草联盟 包括我们激进的朋友 所共同发起的 而且它也不是只有针对 韩仙个人 事实上我们十大队当中 包括有撑香港 有美丽岛大队 有针对反对 反红媒的这个大队 而且我们也不是只有高雄人参与 我们还有香港的朋友来参加 而且报名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热烈的 那我必须要说 刚刚主持人问说 现在高雄的气氛怎么样 其实这个坦白讲 这个排队领游行 领贴子 这个其实是出乎 WeCare的筹备单位的一个预期 这样子 因为这整个筹备过程 也证明了说 高雄的 因为之前从一开始 五六月开始起出霸函 到之后WeCare这个游行起出 其实一直都是 一些比较隐均幕后人在进行 我们都以为是一个小 那个很小事的力量 很多人都去领 就开始这样大排长龙的时候 我们才确定说 这个是一个高雄人共同的新生 所以高雄人领了贴子之后 有的人放在手机上 有的人贴在什么车子上 车上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一个大排长龙 代表高雄人的新生 而且大家注意到 那个排队领 领这个贴子的 其实很多是年轻人 年轻人 其实也就是说 年轻人很勇于去表达说 他们对于这一个 次政这一年 而且很多年轻人 他不见得是高雄 他可能就在高雄念书 所以他们高雄的一草一木 然后这一年来 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其实都在他们的眼中 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说 这个游行队伍给了 这个We Care这样子 一个非常大一个振奋 然后我们会在想说 我们希望就是说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担心当天的冲突 或什么的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其实应该要相信高雄人 相信这个这些年来 中华民国的民主的自由的数字 而且我们再强调 如果说韩先生 你要把他升高政治对立 可是事实上我们整个 罢韩的游行 事实上他今年是第二年举办 去年我们的画面 就非常的五彩缤纷 然后是诉租在文艺 社区 各种甚至更国际性 去年其实出发的时候 引力旁边是我们的国际学生 陪着引力一起走 所以这个游行不是一个政治 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政治对决 在去年的时候就真的是说 来见证这高雄 十二年来的发展 我们一路从文化中心走到 现在整个外面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 对 从文化中心一路走到这些年来 高雄整个发展最激烈变化的 从旧港区变成现在一个 文化复兴的一个区域这样子 所以还包括我们热气球 你看是非常 就是一个和谐 然后热闹 嘉年华士的一个游行 我们去年是这样办 去年是这样办的气氛 因为去年也有参加 今年我听到他们主办单位 也是以这样的基料去进行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期待 它是一个政治对决 不期待它是一个政治对决 也就是说 不管是发起的单位 到我们的大队 发起的单位是民间发起的 大队里面有各种价值 还有多元价值 但是拿贴纸的人 他很明显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受够了 高雄受够了 是这句话吗 光复高雄其实除了 这个人必须下来之外 也代表说高雄 欢迎这样各种多元价值 在高雄生根这样子 所以我们十大队里面的队长 还不只是高雄人 甚至我们还有香港的学生 来担任我们大队的大队长 然后我们的那个 多元文化 多元婚姻这部分 也是由我们的 同性方面的情侣 来担任大队长 所以我们不希望 它是一个政治对决 可是韩先生 你要把它认为 政治对决的话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不要让这样子一个 心中有戒业 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好一二二一的大对阵 我们看到现在韩粉说 绿营包了50部的游览车 动员30万人 去参加罢韩游行 但你这样除除看的话 那一部游览车必须要有 这个6000人坐在上面 难道是这个什么 铁轨还是怎么样一个车厢吗 连接的车厢吗 好这时候我们还看到 就是国防部 现在有包车害的韩粉 没车搭吗 因为国民党方面 打鬼军团这样说 可是立刻被打脸说 哪有车子被租走 当作是国内旅游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看 是不是卢秀燕也在打脸韩国瑜呢 因为韩国瑜到台中 参加竞选总部的成立的时候 然后卢秀燕上台 他就暖场 他说台中市政不敢做不好 也不能够一心二用啊 好那所以大家就马上就想到说 韩国瑜抛下了高雄市政 去选总统吗 所以卢秀燕的话 是不是就打中了韩国瑜 我们先带来看看 下一秒打脸韩国瑜 下一秒却忙着打脸自己 我们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在立委安眠会员 我们的空屋改善的四成 上这九个月以来 修免会能够完全警察 深感自责和抱歉 两个月前 卢秀燕才因为空屋没改善 在议会自责道歉 议员还戴口罩 直询抗议 现在为了选举 空气又突然变好了 十八年前 我从立法院退休 住在云林前 没事 我就到张花跟台中 有的时候到南投苗里 那个时候的空气 真的是甜的 韩国瑜跟着大打空牌 连十八年前空气都说成是甜的 吐燕合体充满矛盾 两位市长被杂志评比市政倒数一二名 站在一起造势变成互相取暖 卢秀燕拿市政当借口到现在才接下主委 戳中韩国瑜痛处 侯友宜同样也拿市政当挡箭牌 至今没接下主委职务 再再都让韩正宁相当尴尬 三巡无神明信孟哲台北报道 好这真的很尴尬 我们看看卢秀燕他说市政是最好的辅选利器 他不敢一心二用 现在市政有表现就是他辅选最好的利器 那大家在台下就觉得三条线 那你讲的是谁 是不是谁都没有在管这个高雄市政呢 好那另外韩国瑜他也讲说 十八年前他到中部的时候空气是甜的 这三年半整个中部地区长时间天气灰蒙蒙的 他就大喊说台中人要向全世界证明 台中人觉醒了啦 只要有我在台中一定强 好我先来 清风你怎么看 我一直摇头 你怎么刚刚一直摇到现在 我是台中人 爸妈都还住台中 卢秀燕的这个辅选是双重打脸 第一层打脸是说 他就任市长一年多 他真的做得很好吗 九月份 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首长的市政满意度 就是这个市长做得好还是不好 市民有麻烈吗 台中市是倒数第二名啦 后来第二名 他只会认一个人 认谁 高雄市韩国瑜 这是第一层打脸 他还跟他讲说市政是最好的辅选利器 不是 你自己已经做得真不好 如果你看说我要好好做 我绝对不认真做 我不会拔路路跑 第二层打脸就是刚刚大家都看到 他这个韩国瑜 他要跟韩国瑜俯选 说市政做得好 韩国瑜亲家市政做得不好 简直是打脸这个韩国瑜 对啊 我是觉得很可惜啦 很可惜的 其实有一点是这一阵大家都有意识到 因为虽然韩国瑜力图振作 那么国民党阵营在这个整合方面 也希望劝侯友宜担任新北市主委 劝卢秀燕担任台中市竞选总部主委 但这都是虚的啦 真正的问题 除了候选人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是 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在去年是大胜 大胜之后 有没有拿得出 可以让市民肯定的成绩 这才是这场选举里面的一个基底 那韩国瑜当然是没办法 因为他用资料不好 所以他去选的时候 我们现在拿不出来 结果他跑去国民党执政县市的时候 又一个一个被打脸 比如说他去新北市的时候 韩国瑜就跟他若即若离 来到台中市 人家都说 市长要做好 不能中途 刚才说到侯友宜 你现在来看这个文章 上次就是这个 总召何博文他喊出说 侯友宜是韩国瑜2.0 结果我们看看 后来国民党团是怎么回应的 国民党团就说 只称侯友宜是韩国瑜2.0 这样的人身攻击 实在没有必要 所以说他是韩国瑜2.0 国民党团已经承认说 这样就是人身攻击 这是谁被攻击 这个是发自内心 你看国民党党团的 发自内心 对 议员的成员 都不是没出社会 没有正式历练的 是国民党新北市议会 东团 这大家都很厉害 但是今天 人家说你侯友宜 这时候可能都有 够点的寻解 你说你是侯友宜2.0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发自内心 不要人身攻击 显然这个侯友宜 不管是1.0 2.0 都不受国民党的党团 议员的欢迎 只要说韩国瑜2.0 就表示是人身攻击 对 何以至此 这个跟高雄 现在这个游行是有关的 我刚刚讲说 虽然事以至此 事以至此当然都希望说 市长不要恐吓市民 警方能够认真地维护安全 双方的民众克制 让彼此意见表达出来 可是有一个 比较深层的意义 刚刚全华提到过的 去年是一个欢乐多元的游行 它不是一个政治对决 今年也是民间团体发起的 我觉得这一年来 高雄在进行 那一个民主的疗愈的过程 到了1.2 2.1 是希望透过比较坚定 比较温柔的方式 证明说 虽然我们受了谎言的伤害 但是高雄人再次强大 我们站出来让大家看到 这做一个高雄企业 企定韩国瑜 应该感到羞愧 我觉得 你们市政体没生意 现在被宣众众四季去走的时候 其实也拿不出高雄 他做了什么 以便可以争取国人的支持 这一点是他自己 要深深的知道说 他其实是对不起高雄人的 我觉得他自己要心理由 至于卢宣院市长 台东市市長 可以再努力一点 第二名 黑楼第一名 还是说第二名 打脸 倒数 最后一名 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要好好加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 这个消息呢 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这个总统 他在这个高雄的竞选总部 发表最新的政策的内容 我们先带你了解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在小英总统的高雄的竞选总部 我们来带你一起来看看 里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呢 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 但是跟台北的这个竞选总部 是有相互呼应的 包含这个动画啦 还有所有的这个政策墙 通通都在这个上面了 不过呢 最近这个高雄 真的是一个很夯的一集 小英总统不断的来高雄 因为他说呢 高雄现在呢 是没有市长的 所以呢 他要特别的来照顾这个高雄市民 那我们来高雄市民到底现在呢 对这个高雄市现在的这个发展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来这个随机来问一下 这个高雄市民 大哥 我想问一下 就是 你是在地高雄 对 我在地高雄人 在地 所以你觉得现在 在就是最近这一阵子 你觉得高雄有什么不一样 有啊 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厉害了 因为高雄没市长啊 高雄没市长啊 所以你感觉 现在市长去孙中后 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 他也没得到啊 我们也没反应回来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问在地公里人就知道啊 不是他的寒闻说哦 他都走Poro啦 欧水狗怎么就能做市长啊 你也不用有市长啊 你别人也能做啊 对啊 那你看到他这样做市长到一阵子 走去孙中后 你自己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你去吗 还是你告诉他刚刚做过啊 我 我是会去啊 他这次他人没去也没得到啊 因为他一直违背他自己的生路啊 他说他不会落跑啊 孙中后对高雄市民啊 对啊 他也是公团做一条啊 他问说你要做啥做啥 他说他又没别耍给你啊 很多人都在台湾做工啊 我感觉太狠了 好 姐姐 来 谢谢大哥 谢谢 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也是在地的高雄市 我是在地的 真正的高雄人 真高雄 对 那就是想说你觉得高雄 刚刚这个大哥他是说 他觉得市长做一半就跑走了 他觉得很生气 你自己觉得高雄这一点来的发展 因为这一点来的发展 在去年啊 他当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那个票票 一直开那个支票 但是在今年上 他根本他开出来的支票 都被兑现啊 后来对 都没有开他所开出来的支票 都完全没有对兑现办的支票 那你觉得说总统大选选完之后啊 你会希望韩国瑜市长怎么样 就是回来继续做吗 还是说 我觉得应该是罢免他吧 他不应该在我们高雄选市长 他不是在我们在地人啊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因为他在市长上 他也做不好 在我们高雄市长 高雄市的那个地方 根本每一个地方都做不好 对啊 在我们爱河 本来以前爱河都很干净耶 那现在都是一直都很臭哦 对啊 所以你是失望的吗 我是希望 不失望 嗯 好 了解了解 好 谢谢谢谢 嗨 姐姐你好 我想来跟你请教一下哦 就是你今天有来这个 小英总统的竞选总部 那他待会也是会来吗 你觉得就是说是 会来这边是希望有什么样的期许 还是说有些不知道想要跟他讲 嗯 我是很感谢小英总统 因为他的政策 那个从幼儿到青年 然后照顾到每一个年轻的夫妻 然后还有那个长照2.0 连老人家都有照顾到 你很会记起来 对 因为每天都在看他的政绩 因为他的政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都是现在进行式 对 所以人民都有感 对 所以你希望高雄未来有什么改变 我希望我们的市长能换人 换人 好 知道 谢谢 谢谢 嗨 嗨 嗨 姐姐我想要问一下 你今天也来这个小英总统 那他待会也会来 我想说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或者是你希望高雄有什么改变 我们高雄自从这个人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改变 真的变得太糟了 哪一个人 要讲出来吗 好 这个候选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人 所以每天只有听他在 五四三 不要再说正经话 他没有太轻软了 不要看那个候选民是这样 真的 他没有太轻软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他要看他的政策要做好 不是一天到晚上五四三 说会有的吗 你是希望说 这次2020 1月11号选完之后 你是希望说 您现在的高雄市长又回来 还是说 我希望他走 你如果看你要留在这里 我觉得他真的 本来我都不想站出来 是因为他 我感觉我都决心了 没站出来 没为了我们的一台 我感觉就会去我们的台湾人 所以他让高雄人另类的更团 真的 是他让我们的团队 是他让我们的团队 团队是出来要 让他知道我们的愤怒 对 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愤怒 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台湾人是怎么团队 好 谢谢 好 那我可以听到 这个高雄市民 那这个我们的随机 这个来跟大家聊了一聊 那现在大家都是对于这个韩国瑜市长 这个 其实都有一些些的怨言 那包括在选完之后 也希望说他能够再 要不要回来高雄市 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那待会小英总统 也会到这个靖总 这里来发表他对于这个 南方 这个台湾的南方 整体的这个新的 什么样的政策 那到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听听看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好的 刚才听到很多的高雄朋友的心声 那么也有人讲说 希望韩国瑜不要再回去了 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台中 我们刚刚讲到说韩国瑜到台中去嘛 先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插曲 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韩国瑜的阵营 好像做法太粗糙 好韩国瑜呢 他去参访了台中市范特喜文创基地 那因为这个媒体就报道说 是这个基地主动邀请参访的 他们的经理在脸书上就酸了台中市政府 说他前一天呢 接到了这个市府文化局要求招待贵宾 也没有说是谁 结果呢 竟然来的是敏感的总统候选人 他就觉得很像性侵害一样 他说过往呢 有招待加拿大日本等等的国际有人来 他们也很乐意配合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业主有六十几个人 大家立场都不一样嘛 那媒体说是他们主动邀请韩国瑜去 事实上是被动 他觉得很无奈 有点被利用还被踩一脚的感觉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当中很粗糙啊 是不是 那当然扣分是一分一分扣下去的嘛 我们也来看到原件最新的民调 现在蓝营再探谷底啊 好蓝营再探谷底 重演2016年蔡英文总统第一任 当选时候的状况 认同度已经跌到了18% 民进党上升到33% 好这个最新结果呢 好像就重演2016年 蔡英文总统第一任当选的状况 当时国民党失去政权 立委席次从64席滑落到35席 远见在20163月调查显示 国民党支持度只有19.5% 民进党跃升到38% 那么政党中立是20.3% 好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哈 这个韩国瑜不是说 如果有人问民调的话 你就说选小英啊 他要初起招 但是我们看看 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 到12号的平均交易价格 蔡英文是以52.63领先 韩国瑜47.34 然后宋淑于是2.96 是最后一名的 好从这些数字 我们先请年华哥 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好不好 其实未来事件交易所的副董事长 就是韩国瑜的进办的副执行长 孙大千先生 所以应该也算有机构效应 就连机构效应的话 蔡英文都领先 应该这个态势就很清楚 那包含像远见 远见其实在台湾的媒体 他的立场可能 我想稍微偏蓝 我想应该多数人可以接受 他绝对不会是偏绿的媒体 那他做这个政党支持度 其实非常有趣 我觉得总统的候选人 个别的支持度 应该大概就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态势 大概就是蔡英文领先韩国瑜 大概在二十趴左右 我们不要讲最极端的三十几趴的 就大概二十趴左右 应该大家可以接受 远见的比较特殊的是 我要请大家看这个 这是刚刚倩明讲的 你讲的是最后这个最新的 这个政党支持度 民进党在这边 这是国民党 那我仔细去看的时候发现 因为远见做了很多年 他这个秀出来 是从二零一二年开始做起 那因为他一年做一次 所以我会把它解读成 这是国内的蓝绿两大政党板块的移动 那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开始做的时候是国民党高 那国民党什么时候开始低呢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时候 其实是马英九刚连任 可是从最高点 大家看蓝色这条线一路往下走 交叉 对然后走到这个是二零一三年的时候 到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已经 民进党已经超车国民党了 那好 所以为什么二零一四年的九合一 第一选举是民进党大赢 好再来再往后看到二零一六年 这是蔡英文刚当选没多久 民进党是最高点 绿色线在最高点 国民党是在最低点 大概也是跟现在差不多十八左右 那接下来再往往后看到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去年民进党惨败 所以你看绿色这条线 其实民进党从二零一八年的年初到年底 他一路是往下走的 所以也难怪去年的选举 民进党会惨败 那国民党是往上走 可是很有趣的就在这里 二零一九年的一月开始 这是什么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习近平的习五点 对 发表之后 国民党开始往下走 民进党开始往上走 现在国民党走到低点是什么 跟二零一六年惨败的时候 几乎一样 真的很惨 民进党现在的高点呢 跟已经接近到差不多二零一六年 蔡英文刚当选时候的高点了 所以他的政党支持度 这个板块的移动 其实符合当年度的选举的结果 如果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推断的话 今年的国民党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恐怕远见那个评估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有可能重演二零一六年的惨状 这个是现在国民党面对的问题 那民进党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他虽然总统跟政党支持度 都稳定的领先 可是从过去几份民调 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现象 就是在支持蔡英文的人里面 他会去投给民进党的区域立委的 只有大概六成左右 但是支持韩国瑜的人 他会去投给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大概有超过七成 大概甚至到七十五趴 所以这中间大概有十到十五趴的落差 而这十到十五趴的落差 虽然蔡英文这边的分母比较大 但是有可能在区域立委部分 可能很多胶着的地方 最后的胜负可能搞不好就是几千票 甚至一万票以内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在最后这二十几天 如果想要立委席次 要多增加一点的话 可能是必须要去充斥这一块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呢 以这远见来讲的话 如果以他这个板块移动过去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现在呢 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差距 这是越拉越大 但是这时候呢 蓝营就有人在那边找说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嘛 好 是不是因为不分区的这个名单 实在是对选情大伤 像蓝营现在已经传出说 他们可能要以拖待变 要吴思怀继续的潜水 全党继续打这个杨慧如的网军案 看看能不能够止血啦 就是说呢叫吴思怀就先不要曝光 你不要出现好了 让大家赶快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够忘记啦 好 我也要请教一下国民党 我们赵新这边你怎么看 远见了这个调查 其实在过去那一阵子 尤其是在不分区的时候 我有讲我自己在担任发言人之前 我自己都第一天晚上 都跑到国民党党部前面去静坐嘛 那确实大家对不分区名单 有很多的争议 那也会让愿意支持 国民党的支持者 在表态上去保守 所以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面 包括朱立伦愿意担任主委 那侯友宜虽然是没有担任主委 但是他也是直接站出来力挺 那卢秀燕也是担任主委 那这样子的一个整合的这个态势 那某个程度上就是要 让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他的表态率跟表态意愿变高 那刚刚这个年华哥讲的也是 也是我认同 就是说在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 这个部分 尤其是军工教这一块 他的投票意愿仍然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在这过去三年半里面 有一种感觉叫做被剥夺感 那这个被剥夺感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是在年轻人的身上 就是说这个分配不均 薪水起不来 那这一次显然这一种感觉 是在军工教或者是说 蓝营支持者的身上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次率会比较高 那绿营可能是因为 就比如说反送中 对于年轻人来讲 有一种共鸣感 这种感觉毕竟不是被剥夺感 这种是一种 我们讲说芒果干或亡果感 但是他有没有强到说 变成说像我们讲说 蓝营支持者这样子 包括刚刚那个年华哥讲的 七成五以上的投票率 这始终对于年轻人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就是说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有些东西已经被拿走了 所以我希望透过投这一票 没投下去我睡不着 这种感觉 基本上是在 我们刚刚讲的这群人 他是比较强的 所以在未来 我们的整合上面 还有就是说在政策上面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 就是说其实在过去 民进党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习近平的一国两制谈话 所以国民党 在这方面的表态 也非常的斩听截帖 不支持一国两制 但问题吴思怀三个字出现 所以我这个东西 我一直在思考 所以难怪交到潜水 不要出现 但我认为是 其实是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今天 包括韩国瑜也讲的很 斩地截铁 第一个反对一国两制 而且如果说 台湾受到病吞或侵略 他第一个拿枪来 来捍卫中华民国 第三个我要解释的这个部分 这逻辑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说 过去赖清德副总统候选人 跟小英总统候选人 其实在国家定位上面 有四大问题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汉格的 可是一旦赖清德副总统候选人 他接受了小英总统候选人的邀请 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 那一定是赖清德副总统候选人 听小英总统的 因为他要去遵守他的整个意识形态 或者是整个国家政策 所以今天吴思淮一旦接受 中国国民党的邀请 担任中国国民党的部分去候选人 没有国民党听吴思淮的道理 只有吴思淮听国民党的道理 所以吴思淮也讲了他反对一和两次 等一下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到 因为现在吴思淮已经变成票房毒药 兰尾避之唯恐不及 只有这个选情比较稳定的 可以送暖 让他去站台 而且最近在前军系立委的带领之下 吴思淮低调造访选区服务处 使得兰尾陷入两难 甚至拜会结束 送客只赶到门边 就怕被拍到铜框的话 那就到时候就被人家操作成 支持某某某 就是支持吴思淮 所以呢 兰尾私底下建立一个通报网 相互提醒 注意 吴思淮可能会突袭拜会 然后呢 下次把他当匪谍吧 后援会总部成立大会幕僚 还要先问一下说 他会不会来 预先设想 应对进退 做好场控 那大家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的重商选情 吴敦义也铁的心要挺 吴思淮是为什么啦 好 根据了解呢 原来是吴敦义背后的金主 跟黄复兴党部力保 所以宁可牺牲掉 国民党的整体选情 吴敦义也要让吴思淮选到底 那这当中大家就想说 那他是不是可以自己说 我退出好了 那现在感觉上 就不是这样的气氛 如果像刚刚赵心里讲的 以后呢 吴思淮他就是听国民党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栏尾根本就不用怕 干嘛大家很担心 会跟他同框 还要有个什么通报网 其实部分区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部分区 毕竟是一个整组的名单 那如果我们过去 有看到网路有一个调查 其实就是有一个部分区名单正负面声量的大评比 那其实三四个党里面都有网路声量比较正面 结果我发现蛮跨 跨党派的 结果网路声量正面第一名居然是谁呢 是我们国民党的谢龙介 第二名是刘又彤 第三名是范云 他有这样子去排 然后那个高宏安好像排到第六名 所以在最后部分区的 当然是让有正面声量的人多多的出来曝光 然后多多的出来去宣扰 我也发现谢龙介只要去的话 真的是对蓝营选民 甚至是部分的中间选民 他会感染那个热情 就觉得说 就会觉得说 所以就是变成是工坊 但在对方的一定会去讲说 我们这边可能他们 比较能够容易标签化的人物 但是我们这边当然就把 谢龙介多多推销出去 大家就会 其实还蛮愿意去投下部分区这一票 而且我就是投给谢龙介 那朗东你怎么看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刚看到远界的民调 国民党他掉很多 他就跟之前2016年的惨况差不多 然后民进党是一直往上升的 所以大家就想说 国民党一直在打这个王军案 好像都没有效果 如果大家很闲的话 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国民党的部分区比较烂 还是韩国语比较烂 因为这个问题太难想了 所以会占据你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要闲的时候 你很闲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一直想要想去 都会想不出答案 就像是玩速度 小游戏一样 很花费你的时间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什么 吴思淮其实会接受党计 会收到这个党的约束 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因为你选吴思淮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例如说有些车友 喜欢开车的人 他可能会去买一台意大利的跑车 可能有时候会出些小问题 可能他很浪漫 很热情 你会去忍受他 那吴思淮的优点在哪里 你看不到 你只知道说 好去中国去接受越军 结果为了他 国民党还要说 你要封口令 你不要去上台 所以金主跟黄复兴 党部力庭 那吴思淮没办法 但对群众还不是利益 那你国民党 你要在乎军人的权益 你可以找一个 没有这种黑历史的 正常的退伍军官 去担任不分区 这个大家没有办法有意见 军中这么多人 一定有一个人 比吴思淮好 应该说任何一个人 可能比吴思淮好 那为什么你会选 这个人进去这个名单里面 所以我认为说韩正英不要去校不分区 吴敦毅也不要去校不分区 吴敦毅也不要去校不分区 因为基本上到底谁烂 真的是非常难讲 其实我认为韩国瑜 选到现在他信心已经崩盘了 第一点 罢韩这件事情他干嘛这么怕 他如果觉得我选上总统 你罢掉我还是当总统 你就是觉得说你总统选不上了 罢韩这件事情 才让你觉得心中非常恐惧 要一直去卡 结果韩正英现在的说法就是说 我不是特别的去制造冲突 我们是相信台湾人的民主素养 台湾选举这么多年了都不会出问题 这个说法你知道荒谬之处在哪里吗 就在于说过去不管是反合挺合 反同挺同很多大规模的游行 他们基本上团体之间都会错开 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让不同团体之间彼此尊重态度 更包含是说你去警察去申请的时候 他就跟你瞧一下说是不是改天隔天 这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你挺韩大游行 你在隔天礼拜天办 一样可以很好 22号也可以办嘛 你硬要三天就通过去办这个游行 硬要硬冲 硬冲是什么 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韩国人很害怕 他希望到时候的场面 空拍涂照下去的时候挺韩 看起来好几万人 然后反韩看起来好几万人 看起来差不多 至少在电视上分割画面的话 看起来有两边 对对对 他这样子两边看起来之后 他就可以跟他的韩粉自我安慰 说我还没有消风 可是他制造非常多的一个风险 而这个风险你不能说什么 因为台湾人要有信心 台湾民主素养很好去打发掉 为什么照你这样讲 不用射红绿灯 我们要相信每个驾驶之间 都会互相离让 你相信每个人开车技术 对啊那你不用射速线啊 那你也不用说什么提醒 你会有下坡啊 连续弯道啊 你台风天的时候 你海边也不用关起来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民的智慧 不会让自己出危险 政府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你可能有风险的时候 你做好风险控管嘛 高市府警局竟然在这个时候 没有做好风险控管 当然有任何事情 他就必须要承担后续的责任 更包含说范特喜这件事情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有那个巧心科技 就做轮框来做到说 怎么保释借法拉利就做他们轮框嘛 然后明明韩国瑜就是去那边借场地 然后就硬要说什么 整个公司都支持他 像一样范特喜这个案子是什么 他就神神秘秘说 有人要来拜访你们公司 后来来的时候才知道 是韩国瑜 然后又说是什么 这个公司主动邀请韩国瑜 很欢迎韩国瑜 塑造他被公司行号支持的假象 不管是新创的产业也好 或是老字号的 传统的隐性冠军也好 明明就对韩国瑜 对政治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那么涉入 他们没有涉入那么深 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是支持绿的 没有涉入那么深 你硬要被他们支持 背后意思是什么 就他们不支持你 你没有这些人支持 所以韩国瑜 为什么会到这个 选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心的支持者 他只要少部分的一个韩粉在那边 所以我真的认为是说 尤其是对于高雄这件事情 我感触良多 那我认为是 对于一个高雄人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说 藉由一而一这个机会 把自己心中的那种愤怒 跟不满讲出来 刚那个采访影片 也其实也看得到 很多高雄人 他原本也是 也没有那么关心政治 可是为什么要支持蔡英文 就真的韩国瑜 实在做得太糟了 他就觉得受不了吗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说最后一个关头 吴思怀就是 他突然讲说 好 那你们都这样 我告退好了 谢谢再联络 如果这样的话 那韩国瑜的声势会起来吗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可能会发生 因为我们现在高度的怀疑 吴思怀自己列进去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 中共在后面下主导旗 第二个 对吴敦英来讲 他藉由黄复兴党部或军系 来巩固他党主席的地位 吴敦英是不可能会让的嘛 其实这也看得到信心 因为同样是党主席 左翁太太都很明显 10月底就想说 如果立委没有过半 我就辞职 然后人家问他说 那你吴敦英是不是也是比照办理 吴敦英说没有 我任期到2021了 我立委一定会做下去的 所以不管立委选的怎么样 我就是一定会当党主席 你很明显看到是 所有蓝绿阵营之间 对这个选战的投入 到底你是为了私心的算计 一目了然 好我们稍微来看到 挺韩社团 现在有一些 总共有好几个 这个118个挺韩的粉丝专业 现在被下架 而且当中还包括了 15万成员的韩粉社团 所以这些韩粉就骂说 民进党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是国家机器又在动了吗 但是后来人家脸书 跑出来证实说 其实不是 是你们自己有问题 在进行大扫除 这件事情到底发生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 它对于选情会有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我们来看看 很多的韩粉在讲说 脸书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删了上百个 他们的粉丝专业 社团等等 这当中还包括了 2020韩国瑜总统后援会总会 因为这个社团 删了之后 让大家觉得很惊讶是什么 因为它这个社团 总共是有15万人 好可是为什么要删掉呢 我们也来看看 脸书是怎么讲的 平韩后援会 庶民社团 韩国瑜粉丝群组 有千百种 但现在发现 其中一个拥有15万人的 后援总会 突然消失不见 透过Google引擎搜寻 2020韩国瑜总统后援会总会 跳出脸书社团连结 页面还提醒有中文版 日文版看起来煞有其事 但点选后显示 目前无法查看内容 根据了解是脸书启动审查 证定社团使用多重账号 试图以虚假手法充人气 违反社群规定直接停权 快速推贴分享文章 那管理者里面有 这些虚假账号的其中之一 这有很高的几率被删除 同一个发文者同样一篇内文 出现在不同的韩粉群组 要大家发挥庶民力量 帮忙转传 还有这一位个人脸书 和韩家军社团 都号召下架蔡英文 贴文重复帐号也重复 特别容易成为被锁定对象 太澎湃的政治言论 确实非常容易踩到所谓 社群守折当中仇恨性言论 这条红线 这些帐号都同时在某一篇贴文留言 那你们像是群体行动的 而不像是真人一样 韩国瑜过去曾唱绿营 用纳税人的前洋网军攻击对手 如今自己的支持者社团 却被抓包违规灌水 席天文重生量 还被脸书下架 反倒打自己发掌 三立新闻李文盛专家宣 特别报导 好 挺团社团被下架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也来看看杨时秋 他说韩国瑜四不一没有 是他自己摧毁了总统选举 他说韩国瑜是四不一没有的候选人 因为他不当市长 不跑行程不谈政见 不负责任没有未来 然后他就说呢 这是他自己摧毁了自己的选举 但是很多的韩粉都挺他 对不对 可是现在韩粉们 他们就觉得很生气 他们说为什么这些挺韩社团 都被下架了 他们说民进党真的很无法无天 但是问到脸书 脸书怎么讲 脸书说不是这样 是因为对任何违反社群守则 包含冒充身份跟不实的互动手法 他们会采取行动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些粉丝团 他有冒充身份跟不实互动的手法 意思就是经过了脸书认证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的 好那我们看到韩粉感觉上 好像这个势如破竹 之前不是这样吗 但是我们从民调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民调 也发现现在国民党民调掉的很厉害 只有18% 对啦 就是先从脸书开始讲 脸书不是谁可以控制 不会是哪一个政府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在扫除这些虚假的账号 然后这些用异常的手法去充流量 去推销的这些粉专粉丝团 其实他们有自己内部的一套规则 而且是没有再跟你分哪一个政党 可是韩粉说是民进党施压的 对所以你很难跟韩粉用一个理性的方式 这么厉害的政府你还不挺他 都可以对脸书施压 如果民进党政府真的可以万能成这个样子 又可以操纵脸书这种国际公司 又可以操纵澳洲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去年的时候 民进党输到脱裤子 那所以在脸书在处理这些虚假的账号的时候 他当然会是青蓝的青绿的 他一视同仁的清除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硬要套用说 这个都是民进党政府做的 我觉得会比较没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讲到 刚刚讲到民调的部分 就是说吴思怀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的杀伤力有多大 我觉得整体而言 为什么刚刚年晃讲的这个民调 就是说国民党会陷入 几乎像是这个2016年那样子的低点 其实是韩国瑜跟吴思怀交互作用的结果 整个应该是要 国民党要打出一个团队感 他们是一支队伍 我们要迎战这个2020 1月11号的这场选战 所以你看起来 应该是一个队伍 可是他们却没有一致的步伐 党中央跟韩团队 其实是互相拉扯对方的 把对方的力量给削弱 然后整个团队是没有主帅的 因为韩国瑜做不了这个母鸡 他带不了那个头 拉抬不了 然后现在党这边 又弄出了一个吴思怀的名单 所以两边是有一点互相 你拉我 我拉你 不断的在往后退 吴思怀如果真的这么好 那应该出来啊 上片所有政论节目 上片所有的每一个候选人的舞台 告诉大家 是嘛 如果真的好成这样的话 不需要把它藏起来 而且藏起来这招到底有没有用 我告诉各位 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 是因为我主持一个节目 然后是讲网路大数据的 吴思怀已经躲多久了 从名单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躲 但是他每一个礼拜的声量 都排前几名 他到这个礼拜 声量是全台湾政治人物的 前十名之内的第八名 所以你 他第一名是 这个声量最大是韩国瑜 第二名是蔡英文 都是选总统级的人 对啦 他还排第八 吴思怀可以排第八 而且他都没有做什么动作 就排第八了 他是被藏起来 被藏起来就排第八了 都可以排第八 你看有多少真正 努力的在那边抢曝光 可是他们都排在几十名以后 百名之后 但是吴思怀 躲起来还可以提八 这代表什么意义 这代表是说 全民都在关心他 他就算躲起来 大家还是会想要 把他揪出来 还是会想要提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让人民恐惧 这件事情对于 国民党来说伤不伤 超伤的嘛 所以藏起来 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嘛 有种就让他出来 上片所有的政论节目 告诉大家说 我绝对不会支持一国两制 然后好好的讲说 你到底是我们解放军 还是你到底是在哪一边 但是话很为名算了 出来讲清楚算了 是啊 要不然就自己辞掉 这个时候大家讲说 吴思怀 他对国民党杀伤力 已经很大了对不对 给大家带来芒果干亡果感 但是呢 国民党还不是到中国去吹票啊 那我们看到呢 像中国台商呢 在厦门上海 举办投票动员大会 然后呢 包括了韩国瑜的 晋总执行长李哲华啦 李德韦啦 还有罗志强都出席 现场就高喊 韩国瑜动算啊 下架蔡英文 那现在大家就说 中国会允许 什么样的人去做 这个选票动员嘛 那这不是国共合作 什么才是国共合作嘛 好来清风 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应该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那中国会想要介入台湾的总统选举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的尝试 嗯 大概只有把这个头脑 脑脑脑有动的 你才知道说 中国是民主啊 民进党也可以去拉票啊 然后中国不会想要 介入台湾选举 他会这样想 所以这个新闻 不意外啦 不意外 不过我就觉得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 稍微要有一点点信心 就是说国共合作 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国民党的公职人员 党部系统 跟进总的干部 可以去中国做台商的动员 民进党当然不得情门而入 不过我说要有信心是说 台湘在那很多人 身在中国身不由己啦 你可以用中国共合作 牵制的了表面上的威吓 威胁 还是没有办法牵制 牵制的了那个投票的意向 台湘 差不多超过五十万人在那裡 哪里可以回到投票 我相信他们最了解 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他们最了解中国跟国民党之间 这些暧昧的关系 对台湾造成的伤害是什么 所以票是不一定会回国民党 但是我再回来讲 刚刚讲说 我不太能理解 如果这一招有效的话 因为台湾的政党人员 已经好几次了嘛 如果说民进党做不好 我们也曾经是败选过 这条如果有效 过去就不会输 为什么国民党 一直做这种 给大家人很欢感 非常反感的事情 希望透过跟共产党的合作 动员台商 指定你 又要出钱 又要出人 又要投票 这就是公开介入的事情 他这不是像其他 正常的民主国家 你到菲律宾 日本 美国 用后援会的系统去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个是 这是共产国家 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这样做 就好像说 其实刚刚赵鑫有提到一点说 是因为像郑龙界 因为人气比较旺嘛 就推出去 那个 那个吴斯莱不是嘛 所以长钱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现在不在乎 吴斯莱是听国民党 还是听韩国瑜 我们在乎是他听共产党的 那是怕这种东西 我们也不是反对你们 提名军系的人才 但继续有更好的人才 那现在造成这样的外溢效应 我也不知道 因为韩正也没有 也没有包 那吴斯莱也没有包 只能把它藏起来 我不太能理解 我是希望大家 也希望 回来投票的台商朋友们 不要打得到 好 不过呢 脸书的假账号 是不是在这个中国 这边也有人在使力 我们稍后来 还要来看到 刚刚讲到脸书 他们删掉了这个 违规挺韩的社团之后 李嘉芬讲话了 李嘉芬他说呢 执政党封锁 这个情况很严重 我们现在好像北韩一样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脸书呢 现在删掉了违规的挺韩社团 之后啊 好 现在李嘉芬讲话了 他就说 这是执政党用封锁 来解决问题 然后他说这种行为 只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 叫做北韩 也就是现在呢 把台湾跟北韩 连在一起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李嘉芬的话呢 有一个人讲得很好 他说不认为 任何人使用脸书呢 都是要遵守脸书的规范 尊重脸书的规矩 不去做各种的揣测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朱立伦嘛 所以其实朱立伦 真的是国民党里面的 一个正常伦 对于脸书他也了解说 脸书就是一个商业公司 美国不是中国 中国他可以控制 所有的自己的企业 可是美国没办法控制 自己底下的公司嘛 他一切的过程 必须经过美国的司法 有听证会 你才能对公司行为做干涉 所以为什么会有 韩粉的一些社团 脸书的社团 他被封起来 可能是里面有部分的管理者 或是长期发文者 他一个人 用十几个分针跟帐号 这件事情普遍到 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社团充斥着分身帐号 跟不实讯息 跟假消息 所以你就被脸书封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 跟北韩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台湾过去也很像北韩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这样 你在党外时期的话 你要阻挡 你没有言论自由 等等 你看看韩国瑜 能够选上高雄市长 怎么台湾会像北韩 韩国瑜三三造势 如果是北韩的话 你不要说三三造势 你光是三个人聚在一起 可能就把你抓起来了 怎么会让韩国瑜 还这样子去选呢 所以你证明说台湾在党外人士 到本土政党努力之下 现在是个民主社会 成为始作勇者的李嘉峰 跟他背后的一个中国国民党 现在就不要回来在那边胡说八道 说什么台湾现在像北韩一样 但他话讲那么重 是为了要激起韩粉非常愤怒嗎 对 你激起愤怒会反效果 像说什么韩粉就造假 然后说要去高雄那边搞乱 然后说要投案 然后现在还没有投案 你制造了这种暴力跟纷争 去煽动别人 去潜入那些罢韩的群众 去做暴力行为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 威权政府他正在做的事情 你看到香港非常多警察 都假装成为示威抗议者 然后制造社会的乱端 一样的事情也在韩粉身上发现 你很少看到一个族群 如果说你说一个人是个案 就从过去到现在 不管是说要去杀谁打谁 甚至还有郭台铭支持者 就被韩粉毆打了 这一切行为跟选举乱象 真的就是从韩国瑜 开始参选之后 所带出来了 好 不过李嘉峰说 现在台湾好像被封锁一样 像北韩一样 那接下来到底会有 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讲到说 很多事情真的渲染太多 反而是自己被扣分 像有韩粉他假冒 苏起成遗书 在那边传来传去 现在弄到前外交官都跳出来 在讲说拜托希望 检调单位可不可以彻查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遗书 所谓遗书 里面讲说什么公仆 怎么样多可怜 母亲大人来世相见 全管的烤鸡就我一个人扛 什么满朝竟是血滴子 外行领导专职人等等等的 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苏起成的诀别书 里面就在骂政府 那现在前外交官刘世杰 他就说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苏处长人都走了被消费 真的很痛心 他还认为说这个事情很严重 希望检调单位能够调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不法的情势 他就跟韩国瑜的支持者讲说 选战是衣食人品是仪式 请勿再以而传而 为了选战而消费不幸过世的 前大阪办事处苏处长 秋华你怎么看呢 其实那个韩粉的那个悲愤莫藏 我就想到说那些 有一些那种假宗教知名 行赚钱之时的法师 被抓的时候 他的教育 他们的那些信徒们 也都是那个呼天强地 那只是就是说 这些国际上的社群媒体 告诉你说 里面的讯息有被极度操作 而且其实不只是脸书 事实上脸书不只是这一次的 这个粉丝页的大扫荡大整理 他包括11月中旬的时候 就有整理的这个 就有宣布了一个 广告透明化制度 也是要针对这个 在这个脸书上面 提供广告出资者 他透露出他的那个 出资者的那个讯息 这样子 然后包括YouTube频道也是 最近关掉这个 中国的这个 郭甲星 假影片的这个 中国的频道商 然后Twitter也是 他直接就禁止政治广告 也就是说 台湾被这种资讯站 这样极度的渗透 已经是一个世界众所皆知的 一个事情了 所以这些国际上的社群媒体 都用一个自清的方式 说我没有要介入你们 对 所以李嘉芬这种做法 其实是让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就 又是另外一种的穿云件 如果真的像北韩一样的话 那其实你有办法这样乱传 这些资讯吗 Google Twitter 或是Facebook 而且这些资讯 才证明说 这些的国际的社群媒体 自清是必须的 不过我们现在 比较担心的是这些 比较算是半公开式的 社群媒体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有所节制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 更封闭性的媒体 是LINE的媒体 LINE的媒体 其实是现在另外一个 这种假讯息 各种狂动的讯息 另外一个很无法 无法可防的管道 其实这部分我们希望有一些 有再有更强而有力的管制 不过刚刚赵新讲到说 他当攻读了 我们韩市长的名言 什么他不接受一国两制 然后如果受攻击的话 他也会拿枪去 国防靠美国 国防靠美国 我就想说 赵新领一定不是高雄人 你才会 还会信韩市长讲的话 韩市长他在那个 館长多少 几十万的那个 频道上面都直接说 我哪是那个 酸 我就对不起高雄人 就他现在又发硬言 发演出说 我没有对不起高雄人 所以现在其实 这个真的是 这句话让高雄人很不舒服 对而且真的是 所以 那个 为什么有这次 他的那个挺韩大游行 我们回溯他的这个源头 回溯的源头是潘恒旭 他唯一承认 民调书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个是高品跟台南 他宣布 他说所有民调只有高品台南 他承认是小书 同时他提出了这个 挺韩的游行嘛 也就是说这真的不是 大家一直说什么 总统大 他真的是放弃总统 他确实是回防高雄市 而且回防高雄市 他不只是做这个挺韩游行 他还做了两个政治动作 一个政治动作是 他前两天宣布了 那个市政府宣布了大批的 这个人事调动 把所有这个被视为 可能是前朝 一手拔捉起来 优秀的文官 全部降掉 而且是这样子的 动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行政讯息 就等于当行政系统 静落寒残 静落寒残就算了 他也是一个无声的行政动员 因为我毕竟 不管我爸不爸 我回来还是有行政权 李嘉峰在国外 他提到说韩粉的社团 有一些因为违规被下架 他很气 他说现在台湾是不是变成了北韩 但是是不是言过其实了 来 赵欣你怎么看 其实讲到脸书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在比例上面来讲 有没有针对性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要去深究 因为就我所知 大概是200多个被关 那里面可能高达四五十个 可能跟韩国瑜有关系 这个比例可能接近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所以你也觉得是北韩吗 所以他的东西 那不过刚刚提到北韩 过去台湾在威权统治时期 不要说北韩 倒是有点像南韩 威权统治时期 民族转型之后 就韩国变成一个很进步的国家 也善于在美中两强之间求取平衡 那结果台湾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似乎面临很大一个困难 刚刚提到台商的东西 其实台商最大的困扰就是 会不会被人家一直当成中共统路人 我相信执政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反顺透法 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 因为很多人提出疑问来 万一中国大陆台商有同业竞争的时候 我随便诬告你 那那个定义的东西是什么 那可以查证 对 所以要去说明 不是 台湾如果变北韩的话 李嘉芬今天讲这个话 只有两种笑场 犬绝跟炮绝 所以台湾怎么会是北韩呢 台湾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你李嘉芬 你可以去批评政府 而且跟大家开个玩笑 你看脸书的Logo是蓝的还是绿的 当然是蓝的 怎么会是绿的呢 是这样的吗 开玩笑的 你被停权你可以跟脸书申附 脸书它有一定的申附的机制 你去找到我们的政府就搞错了 脸书不是中华民国政府開的 脸书是一家私人公司 连美国政府也很想叫脸书 弄这个 脸书都不甩它 所以美国政府都控制不了脸书 如果台湾的政府可以控制的话 那当然